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搞了这么多年传染病 杀死老大杀死老二我都碰见了 我们应该技术这些惨恐的教训 前世古往后世知识 我叫张敬龙 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 我干了三十年的呼吸科 五年的急诊科 哪一个 有时哨有时不哨 骗子拿到我看看 让我警觉的时候 元月份就发现发热门诊病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完全超出了我们想象 我们发热门诊几经扩大扩大扩大 就这样 发热门诊因为临时抽医生 哪里我们有消化科的医生 有心血管医生 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用抗菌素 所以这样的医生你得去指导他 所以我们当时医务数据跟我说 你写一个发热门诊的流程 以及治疗方案 比如说怎么鉴别流感 什么新冠病毒 怎么治疗 包括具体用抗菌素 所以我就写了很详细的怎么弄 完全是写给我们发热门诊医生的 不知道怎么有一天传的网上到 我都不知道网上传的到就是 也有很多朋友后来告诉我 也是我们的方法救了他 无心灾花嘛 我最高一天是37度7 刚开始就是有点胃好 领导找我们去制定发热门诊的流程 我那天中午就坐车 就是说那天有点冷 隐语 我就冻了一下 就像感冒了 我也是急迟地跟他飞 感觉不对头我就跟他分开了 他没感染 第一项隔离 一家人与同事隔离 居家隔离 第二个戴口罩 两戴好多 既防自己也防别人 他们跟我送吃的时候就送到门口 我不开门的 然后他们走了以后 电话告诉我 我在出去哪 其中我在家的时候 我就想一个机制 奥斯塔尔肯定没有效果 后来我就吃阿比多尔 吃下去觉得嗓得舒服了一点 我感觉这个要有效 我隔离期间很累些 因为那个时候病人特别多 所以大家都拼命加我的微信 找我的电话 虽然就会成很多 每天就不闲着 那么我为什么恢复工作呢 因为需要我 工作感觉需要我 因为这个时候特别缺医生 特别缺缺我这样的有经验的医生 而且特别缺我这种有抗体的医生 我记得我也两点钟起来 我就抢救我们的同事 上呼吸机 他觉得我去最强的 现在我也要抗体了 你看我防护都很低了 我也不浪费防护服了 你看我 我搞了这么多年传染病 我说杀死老大杀死老二我都碰见了 我这么说杀死老大老二 所以我经验更积累了 你快六十岁的人了 我就鼓励大家 第一 就像我刚才鼓励的一样 你得了 老张跟你治 你不会死 我们急诊课 十几个人得 没有中的 大家说老张的快六十岁 老张没死 我们都不会死 去年我的老师 就是我们药理学的很著名的教授 他去世了 他当时一句话我们记一辈子 他说感冒 你治疗 两周好 不治疗 十四天好 什么意思呢 感冒无药可制 完全靠抵抗力 十四天 两周什么意思呢 免疫力产生了 这就是人的病毒感染的特点 流感也好 万状病毒也好 它基本上都是这个规律 这两个星星一生干什么 你不让病人死 他的最后的希望是自治免疫的建立 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一句话 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 总是喜欢忘记教训 要记住它 第一个医院的建立怎么搞 第二个呼吸道传染病怎么来预防 怎么来建立一个有效的预计 以及防止机制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惨重的教训 前世往后世知识嘛